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文《中国日报》宣传习思想 限制留言后仍遭潮水般负面评价 蔡依林《玫瑰少年》在长沙演唱会被取消 恐遭举报违反主旋律 中国政府禁用苹果手机办公 在华外资捧引寒蝉效应 美国计划在未来两年发展强大的人工智能战力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科二撰文表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夏天北戴河会议期间 因国家走向而受到元老们的斥责 有分析认为 中共的元老们已经被严加看管 不可能有机会聚在一起妄议中央 详细请听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引起国际舆论揣测 曾经担任日经亚洲中国分社社长中泽科二 撰文写道 中国国内政治出现动荡迹象 今年夏天北戴河会议似乎是个前兆 文章称 现今的中国经济遭遇改革开放以来 前所未有的衰退 同时 青年失业率恶化到中国停止发布数据的程度 此外 两名火箭军高级将领 遭到整肃解职的消息7月曝光后 军队陷入骚乱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因为不明原因被免职 外界对外交部长的疑虑仍余波荡漾 这场动荡让许多在中国经济崛起期间 领导共产党的元老们感到担忧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对本台表示 上个月习近平在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后 并未直接返回北京 而是直奔新疆考察 习近平当时强调 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 摆在首位 大谈反恐 反分裂斗争 相较之下 前一年习近平到新疆 谈的是民族团结一家亲 在对照今年的谈话可以印证 他执政的合法性跟权威性受到挑战了 而且他自己已经极端的恐惧了 钟泽克尔引述所谓的消息人士称 北戴河会议前 党内元老们已经先行召开会议 总结他们的意见 之后只有几位元老前往北戴河 向习近平传递他们的共识 如果政治经济社会动荡持续下去 没有采取有效因应措施 中共可能失去公众支持 对统治构成威胁 报道指 这一群元老的核心人物 是中国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旅美评论人士陈破空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曾庆红跨越了各派系 他既是江派也是红二代太子党龙头人物 如果这项消息属实 说明二十大是在江派或残余势力帮助下 成功将团派团灭 他提到在二十大胡锦涛强行备驾离时 现场笼罩在惊恐的气氛中 习近平在会后却跟曾庆红谈笑风生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蔡胜坤接受本台采访表示 中共的元老在过去十年多数已经被清洗禁锢 私下发唠骚也许有可能 但是不可能让他们集体发声 日新报导指 G20会中可能讨论中国经济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习近平很可能是为了避免丢面子而选择缺席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国际社媒X也就是原来的推特和脸书上 被认为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账号的 She's Moment即习的时刻 近日在海外引发广泛关注 舆论多数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大外宣的惯用手法 但也有观察人士认为 这恰恰体现出中国政府的不自信 向前请听记者王允的报道 常在X平台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浏览的人们 会很容易感受到 She's Moment账号的内容 与当下国际社会关注中国问题的焦点 差异很大 就在国际媒体连篇累读报道 中国经济愈困时 She's Moment在X平台和脸书上贴出的内容 却是北京市交励志源丰收了 以及习近平说 中国经济是汪洋大海云云 但对中国经济有切副之痛的人们 是不会被轻易遮蔽的 身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商人马聚 对本台分析说 She's Moment的这些内容表明了他大外宣的本质 以事实不复是共产党的所有的宣传的一贯性的东西 哪怕他自己知道 他也不会让别人知道说 我知道经济不好 我也有什么问题 我有什么丑陋的东西 这是他们一贯的 这是基因所决定的东西 She's Moment作为中国政府宣传工具的痕迹 是显而易见的 在X平台和脸书上的 这两个She's Moment账号 几乎都是转发中国官媒英文版中国日报 有关中国 尤其是习近平的报道 在英文版中国日报的网站上 专门有一个网页 名称就是She's Moment 直译为习的时刻 这两个社媒账号被人所广之 是这个星期的事情 据网络上流传的截图显示 中国湖北省政府下的一个宣传账号 湖北发布 周一在微信文章中提到了 She's Moment是习近平总书记 海外官方推特账号 这一消息经过推特大V的转发 亦是引起广泛的关注 不少人似乎真的以为 这是习近平的个人账号 9月4号当天 就有不少人直接跑到 X平台上的She's Moment贴子下留言 讽刺习近平 用的语言包括独裁者习近平 中华国贼习近平和习包子等等 身在荷兰的一亿人士林生亮说 这个账号的受众面可能很窄 这个他虽然写的是英文 但实际上他的看的还不是说 不是说要外国人看的 就是在外国的这些华人华侨 或者说这些留学生 能看懂这些英文的人看的 观察可以发现 这两个She's Moment账号的越南量是偏低的 林生亮认为 虽然如此 还是要警惕整体上 中国大外宣对海外华人的影响 你包括荷兰这里 很多华人社会当中 他们不觉自然的讲的话 就是大外宣那些话 你看我身边的那些华人朋友 他就讲了一下中国很强大 那个美国担心中国强大 中国现在很快就要掏抄美国 这些都是通过这些 跟官方宣传的那些一模一样的那个话 就在She's Moment引起广泛关注的这几天 这两个账号似乎收紧了控评的功能 马具对本台分析说 这个账号本身可能是想体现习近平说的五个自信 但限制评论似乎就没那么自信了 他把这种账号称为喇叭 自由亚洲电台网云 华盛顿报道 中国粉丝爆料 台湾歌手蔡依林演唱会必唱的曲目 《玫瑰少年》在广州演唱会后 被砍掉了现场的霓虹灯 到了长沙 直接在节目当中就被消失了 台湾同性恋团体认为 这首歌对性少数群体具有鼓舞的力量 却违反了中国的主旋律 作家上官乱分析说 演唱曲目已经批准又被砍掉 恐怕遭到了举报 这首歌后续在中国其他城市的演唱会上 可能也会遇到相同的命运 以下日本台记者夏小华 发自台北的报道 谁把谁的灵魂装进谁的身体 你并没有罪 有罪的是这个世界 生而为人无罪 你不需要抱歉 轩华如果不停 让我陪你安静 这首蔡依林和阿信作词 剃刀讲和蔡依林作曲的玫瑰少年 是蔡依林世界巡回演唱会必唱的名曲 2号在湖南长沙开唱之后 粉丝却发觉这曲子消失了 名为陆野子的网民就在微博指出 这首玫瑰少年在广州演唱会之后 被砍掉彩虹灯 到了长沙演唱会直接砍掉这首歌 台湾文化人张铁志也在推特发文说 蔡依林的歌曲《玫瑰少年在长沙背景》 真是非常中国 这首歌在2019年颁获金曲奖年度歌曲大奖 当时台湾同性婚姻落实法制化满月不久 距离屏东县高树国中学生叶永志 因为性别气质不同遭到同学霸凌 被发现沉失在学校厕所 则已经过了19个年头 台湾歌手张慧妹的彩虹一曲 也曾经在中国背景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社工主任 郑志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 我们台湾几个天后期都非常有性别意识 张慧妹啊蔡依林作为一个同志 都可以在他们的演唱会里面 获得满满的力量 我知道蛮多在天后期的人 都有一些性别友善的这个表达 可是我觉得也跟他们目前中国的 打压民间的多元的声音 其实主权率是非常不符合的了 郑志伟提到 网上很多中国同志论坛 大学同志社团被取缔 对于中国执政者来说 同志女权运动比较进步的性别议题 都是受到西方的影响 中国曾经打击所谓的辅剧 描绘男生和男生有模糊暧昧关系的 上瘾一句就被批判不良风俗 遭到封杀 郑志伟说 蔡依林当年以玫瑰少年拿下金曲奖发表感研究 曾经讲过 叶勇志提醒了我在任何情况下 我都可能成为某种少数 我要更用同理心去爱任何我身边的人 这首歌不是写给某一个人或是某一群人 是写给每一个自由的灵魂 你一定要记得选择你自己 支持你自己 玫瑰少年在长沙演唱会被消失 网上一片骂声 怒指当局越来越封建 粉丝就说 这首歌没有惹到谁吧 明明是一首反对霸凌很正能量的歌曲 五月天内地演唱会 频繁被唱啊 被砍得毫无道理 持不同意见的网民则说 非要把这首歌狭隘的曲解为他们的 别自我高潮带节奏了好吗 有没有可能是歌单随机啊 但也有粉丝说 无论是不是被砍 感谢这个世界有蔡依林 把永智的故事带给我们 任何人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蔡依林官方微博只po出演唱会的照片 并没有提到此事 长沙文化部门也未见对此事说明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中国已经要求中央政府雇员禁止使用 包括苹果手机在内的外国电子设备办公 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虽然这一禁令 此前早有消息传出 但中国政府正在加大执行力度 有分析指出 上述举措可能会对在华外资品牌产生寒蝉效应 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本周三报道 中国禁止中央政府机构官员 在工作中使用苹果手机 及其他外国电子设备 报道援引之前人士透露 政府雇员是在最近几周里接到的上级指示 目前该禁令的限制范围上不明确 但一些中央政府监管机构的员工表示 接到了消息 在荷兰的中国异议人士林生亮分析说 此次中国政府针对苹果手机在内的外国电子设备的限制 并非首次尝试 而是扩大了这一禁令的覆盖范围 在深圳去年都已经开始 内部领导就已经规定了 虽然没有公开 我认识的朋友当中 他就是已经禁止特斯拉进入单位 禁止在办公场所使用那个外国品牌的手机 甚至他连办公的全部都是用内网 指定用华为的那个电脑 最近金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讨论 北京网友纷纷表示 所在机关单位早前就已经统计苹果手机的使用情况 而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加大力度敦促该令被严格执行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认为 此次禁令的出台 招式着中国政府对数据安全的广泛担忧 自19年以来 华为已经历美国的四次制裁 随后中国以可能导致国家安全信息泄露为由 禁止美国品牌汽车特斯拉进入军方 政府机关等敏感设施 王君涛说 中国于21年正式实行数据安全法 该法不仅要求中国科技巨头分享其收集的用户数据 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亦受其管制 此外 出于对隐私的保护 美国也积极推动对中国社交软件TikTok限制措施 林盛亮说 与美国实施的禁令不同 中国此举涉嫌违法世贸组织规定 且会加剧外资品牌逃离中国 华尔街日报评估说 该命令是中国政府为了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和加强网络与信息数据安全而采取的最新措施 此举可能会对在华外国品牌产生寒蝉效应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国际经济和国安问题专家沃特斯表示 上述禁令只会继续阻碍外国投资 并使中国成为外国公司不可靠的市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 为了应对中国快速的军事扩张 美国在近年来也致力于进行国防改革 以确保在军事领域保持领先 近日有消息传出 美国政府正在规划 于两年内建造一个庞大的军事人工智能系统 以应对中国等对手所带来的威胁 以下是本台记者唐渊源的整理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国防部正在规划 在两年内建造一个人工智能网络 希望透过结合无人机与自主系统 来恶阻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张的野心 美国国防部部长凯撒林·希克斯 本周三在一场会议中指出 五角大厦计划在近期划拨数亿美元预算 来开发数千个陆海空人工智能系统 这个项目着重于小型、智能、低成本 希克斯在周二表示 我们并不在战争中 我们不希望进入战争 但是美国国防部必须要像在战时一样快速移动 因为中国并不会等待我们 上周五美国国防部宣布推出复制者计划 预计部署数千个自主系统 来应对中国向世界扩张的野心 希克斯周三的演讲 为复制者计划揭露了更多细节 外界推估 这项计划是受中国的军事发展所推动 因为中国如今军事发展快速 目前解放军已经拥有比美国还多的船舰 同时也已经投资于自主系统研发 自2021年起 美国已经将人工智能系统运用于中东地区 因为多数美军舰艇已经被重新部署至印太地区 导致中东较为缺乏战舰航行 因此美军创建第59任务部队 以将无人机部署在海面的方式监控海洋数据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元元 华盛顿报道 中国一直强调 在福岛核废水排放问题上 中国会切实维护人民健康 不过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政府曾就核废水排海 向中国政府建议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机制 却被中方拒绝 有专业人士批评北京以政治凌驾科学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评估机制 由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组成 对日本政府和IAEA分别检验浮岛近海海水的监测结果 进行比较和分析 据报为了保持客观性 当事国日本没有加入机制 日本共同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的话说 日本政府今年以来多次通过外交渠道 敦促中方加入有关机制 但是中方质疑机制的有效性和独立性等 因此没有接受日方的建议 长期关注中国核电政策的香港资深工程师李广德表示 中国素来积极参与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事务 这次面对核废水排放 北京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实际上是罔顾人民健康 中国他希望通过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来 上世界证明中国在这个核电方面的能力 同时向海外的国家输出支持的核电产业 如果中国政府关心中国人民的健康的话 他更应该积极参与这种监测机构 李广德说 有关决定反映中国不尊重科学 甚至认为取得更多科学数据 只会妨碍他煽动反日情绪的目标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在印尼参与东盟峰会 外界关注岸田将如何与同场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接触 讨讨核废水排放和中方水产禁令等事宜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认为 日中双方以什么形式商讨核废水问题并不重要 关键是中方的态度 中共不会妥协 因为它好不容易达到一个机会 能够利用这个特别敏感的核废水的问题 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击 因为美日韩三国已经搞成了一个所谓的联合阵线 强烈的要围堵中共 这个是中共所没有办法忍受 也吞不下去一口气 中共一定会死死的咬住 这种所谓意识形态的一种民族主义的立场 宋国成说 即便中日之间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核废水问题 恐怕也不会得出比较具体的结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星期三公布的9月份零售业紧急指数为50.8% 零售业比上个月缓步回升 然而对于即将公布的进出口数据 国内外的分析都认为可能会持续走弱 压力仍在难以乐观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商业联合会周三发布 9月份中国零售业紧急指数为50.8% 比上个月回升0.5个百分点 此外第一财经研究院发布 9月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信心指数为50.69 连续两个月回升 而连续十个月负成长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同比预测均值为负的2.9% 有分析认为中国PPI跌跌不休 反映着中国出口减少 生产领域的需求疲软 供给过剩 价格回落 8月份中国外贸人士持续走弱 一材的预测数据显示 8月进口同比预测均值为负的8.43% 出口同比预测值为负的9.05% 中国海关总署预计在周四发布 今年8月的进出口数据 路透社针对33位经济学家和分析师调查 预测中国8月的出口数据年减9.2% 比一材的预测值稍低些 进口数据估年减9% 报道分析 中国出口衰退固然与终端市场需求下降 西方政府呼吁企业降低供应链风险等因素有关 但是长期而言显示 中国与西方在商业关系上有渐行渐远的趋势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英国第二大城市博明汉市政府宣布破产的消息 在中国网络引起热议 中国官媒也报道了这一事件 而不少中国网民则冷嘲热讽 然而当下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状况 是否真的如此乐观 足以让中国网民有底气嘲笑别的国家吗 以下是本台记者董树月和吕熙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第二大城市博明汉市政府周围宣布破产 只保留必要和对陆氏社群的基本服务 市政府解释破产的主因是因为当地违反性别平等相关条例 自从2012年起 需要向170名前员工支付赔偿 早前已支付11亿的英镑 现在已经无法应对债务 不得不走上破产之路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在官方微博发文报道事件 而英国博明汉市政府宣布破产的话题 也登上了微博热搜 打批中国网民冷嘲热讽 留言说 没想到国外连政府都能破产 更声言中国一定会赢到最后 中国金融学者司令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 中国当局是借此控制舆论 主因民众对于中国内部经济下行的关注 然后掀起播在微博上的 这个对于博明汉政府宣告破产 这个新闻的这种炒作 我想是包藏祸心的 很明显就是有政治操弄和政治意图在其中 本身他自己现在经济陷入到严重的衰退当中 事实上中国政府现在没有办法 只能够操控舆论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 来转移人们对于他自己目前治理危机 堆积承受的各种矛盾的这种注意力而已 司令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主 却不肯公开承认破产 这种掩盖真实的态度才最为危险 最终让政府陷入了信用危机 现在中国各级政府到此也不承认 他自己现在这个债台高主的情况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博明汉政府 这个破产的标准的话 中国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 包括县级政府 第四级政府和省级政府 这三级政府几乎95%以上的都要宣布破产 也就是说基本上整个中国地方政府 彻底就陷入到了一个债务瘫痪的这么一种 先至博明汉的前香港区议员邱文俊 向本台表示 市政府破产的消息约让已久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差 他表示相比管制诚信破产的香港政府 他仍然对英国的制度有信心 如果面对的是港共政府 我给他的意见也不会聆听 也没有半点基层声音可以表达出来 至少在民主制度里 至少我看到我们的当区议员 可以说市政税不要加那么多 如果民调的话加多少市政税 我们是否可以有一个投票 这些意见我们是可以提出来的 中国多个地方政府接连爆出债务危机 贵州省政府今年4月喊出无力花债 向中央政府求助 同月云南省部分县市 承认花债压力大 仅能勉强保障工资发放 彭博社曾经引述消息 表示中国的地方债务 高达9万1美元 最有限出台记者董舒月 吕希英国伦敦报导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 其他方面的消息 第78届联合国大会 9月5号在纽约召开 在台湾入联问题上 台北和北京隔空互呛 激烈交锋 台湾的外交部当天发布了一份提为 世界和平携手台湾的短视频 呼吁联合国以及世界各国 关注台海安全 并在社媒平台X上用英文写道 今天开始的联合国第78届大会 主题为重建信任 与重新激励全球团结 但台湾一个对全球经济安全至关重要 而且爱好和平的民主政体 却没有受到邀请 德国联邦议院 5月9号成立了由11名议员组成的 跨党派维吾尔议会小组 该小组可能会要求 联邦议院就承认中国当局 在新疆的行为属于 种族灭绝行为进行投票 据马尼拉时报网站星期三报道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武装力量 正在菲律宾棉兰牢岛以东海域 举行联合海上演习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针对中国公布的新版地图 日本官方长官松野博一 9月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已经以间隔诸岛被标注为 中国的钓鱼岛为由 通过外交途径提出严正抗议 据加拿大环球新闻网报道 加拿大警方正在调查 加拿大皇家空军顶级飞行员 涉嫌与其他北约成员国的 前军事飞行员 培训中国空军飞行员的事件 去年10月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报道 多达30名前英国军事飞行员 被指认帮助培训中国军队成员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自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西方银行因为面临各界压力 正在逐步退出俄罗斯市场 但中国国有银行 却在填补他们退出后的空间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